这一讲介绍一个最优装载问题 这个问题它的正确性也是使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的 只不过它是对规模进行归纳 我们先看一个这个问题的描述 有N个集装箱需要装上轮船 每个箱子有一个重量Wi 轮船载重限制是C 没有体积限制 问怎么样装才能使得装到船的箱子个数最多 我们不妨假设每个箱子的重量都不超过轮船的载重 这个问题是领域背包问题的一个子问题 我们可以把箱子看作物品 那么物品的重量就是箱子的重量Wi 价值全都是1 在这个情况下 在你装入物体的总价值就是它的个数 那么总价值达到最大就是个数最多 所以轮船的载重限制在这里就相当于背包重量的限制 因此这个问题呢是背包问题的一个子问题 那么对于背包问题来讲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多相式时间的算法 但是它的子问题是可以找到一个贪心法 这个贪心法是多相式时间可以运行的 下面我们看这个问题的建模 问题的解是一个向量 01向量 当某个xi等于1的话 就表示第二个集装箱装上船 等于0就是不装船 这个是它的组合优化问题的描述 在建模的时候 我们要写出它的目标函数和约数条件 这目标函数正好代表了 等于1的那些个x的个数 正是装上轮船的箱子个数 它需要达到最大 约数条件就是装入轮船的 这个箱子总重不超过轮船的载重限制 这是它的问题建模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算法设计 这个贪心策略就是轻船优先 把集装箱按照它的重量排序 那么1号是最轻的 n号是最重的 然后按照标号从小到大装 直到再装一个箱子就超重了 这个时候就不再装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算法 下面我们看它的正确性的证明 先叙述一个命题 这个命题是对装载问题的任何规模 为n的输入实力算法得到最优解 那这个命题呢 它里边的自然数是规模 我们对规模进行归纳 下边把集装箱从轻到重计为1 2到n 它的归纳基础 首先证明对任何只含一个箱子的输入实力 探计法得到最优解 这就是n等于1的时候命题正确 那么这个命题对不对呢 只有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的重量又不超过轮船的载重限制 任何算法都是把它装入这个船 所以所有算法的解是一样的 贪心法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看归纳步骤 假设对于任何的n箱子的输入实力 贪心法都能够得到最优解 那么对于任何n加一个箱子的输入实力 贪心法也得到最优解 这就是归纳步骤所需要证明的东西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证明思路 这个是原始输入 它是n加1的规模 一共有n加1的箱子 重量从小到大已经把标号排好去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输入改造成 规模是n的输入 把1号箱子从里边拿掉 拿掉以后得到的箱子标号是2到n加1 这个规模正好是n 而这个轮船载重的限制 也从原来的c 减掉第一个箱子的重量 这样我们就由原始输入 找到了一个规模小1的输入 恰好是规模是n的输入 对这个输入使用归纳假设 那么关于这个输入 n一辐和c一辐一定得到一个最优解 这是归纳假设所确定的 这个解即做i一辐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解进行改造 把原来拿走的那个1号箱子 加回到这个解里边去 这个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解 它就是由i片里边把1号箱子 加进去得到的i 然后我们来证明 这个正好是原始输入的自由解 这就是它的证明思路 那么这个解正好也是算法得到的解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证明思路 证明了对于n加1的规模 算法也能够导致一个最优解 下面我们就来按照这个步骤 来写出证明 假设对于n个集装箱的输入 贪心法都可以得到最优解 我们把原始的输入进行改造 改造以后去掉1号箱子 得到了规模是n的这样的输入 这个轮船载重的限制 也减掉了第一个箱子的重量 根据归纳假设 对于这个规模是n的输入 贪心法得到了最优解i1撇 然后我们把i1撇中 并入1号箱子 得到了一个解i 下面证明 这个i正是对原始输入的最优解 这就是它的证明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下 一定有一个关于原始输入的 更好的解 就是说i不是最优的话 一定会有一个比它更优的 我们叫做i星 这个i星它可以包含1号箱子 如果它原来没有1号箱子的话 我们把这里边标号最好的箱子 用1号箱子替换 替换以后显然重量仍旧不超重 而且装入的箱子个数和i星是一样多的 因此我们会断定 一定会和i星一样大的会有一个包含1号箱子的这样一个解 我们干脆就把这个解积作i星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这个是i星这个解 它包含这1号箱子在内 而且它比你刚才讲的这个i更好 因为假定这个i不是最优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它更好的解 而且它也包含1号箱子 那就是说i星的箱子个数比i要多 它们两个都包含1号箱子 下边就把这两个1号箱子都拿走 i星里拿走以后就变得剩下这部分解了 那么从i里边把1号箱子拿走以后 就变得是这部分解了 如果i星的个数比i多的话 那么这个解的箱子个数就比这个解的箱子个数多 而这个解是什么呢 大家发现正是刚才的i一片 正是归纳假设对于规模是n的那个输入实例 就是从2号箱子到n加1号箱子的那个实例 得到了最优解 所以通过这个推理就可以知道 不存在着这样的i星 比这个i的箱子个数更多 因此i就是对于原始问题的最优解 从而证明了这个结论 再讲小结一下 张载问题是零一背包问题的子问题 零一背包问题是np难的 到现在没有找到多项时间的算法 但是它的子问题装载问题有着贪心法 这个贪心法是多项时间可运行的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装载问题的贪心法的证明 它是采用对规模进行归纳 那么要叙述一个有关规模的一个命题 说明算法是正确的 对任何规模算法都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采用数学归纳法 对规模进行归纳 这样证明了算法的正确性 关于这一讲就介绍到这里 看不见了算法是正确的 让我们留下了一些 你就会担心的 再设计